宋朝末年,信州城外有个陈村 村子不大,只有四十多户人家 三十多年前,信州一带发生了百年难遇的山洪 前后有三十多个村庄受灾,几百人遇难 幸运的是,只有这个陈村幸免遇难 村里的庄稼也没有受到影响 洪水过后,陈村来了一个名幻夏溪的女孩 夏溪相貌清秀,身段玲珑,是个标志的大美女 夏溪是个聋哑人,据说她的父母都在洪水中去世了 只留下了她一人 村民们心有不忍,便接纳了她 从那以后,夏溪便独自住在村头一口废弃的水井旁 可能是自卑,她不喜欢与人交流 没事就坐在门前眺望远方,仿佛在等什么人 常言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夏溪也老大不小了 村民们见她一个人孤苦伶仃 便开始张罗着为她说梅 村民们目色了好几个 怎料,男方一听夏溪是个聋哑人,立马拒绝了 大家也很无奈 夏溪虽是个美女 可生理上的缺陷还是有很多人无法接受的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际,发生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 陈村有个16岁的小木匠,名唤岳成阳 岳成阳自幼父母双亡,是个是百家贩长大的孩子 他聪明懂事,知恩图报,村民们都很喜欢他 岳成阳自然听说过夏溪 只是夏溪很少出门,他也未曾见过 一天午后,岳成阳正在家中歇息 家门忽然被敲响了 来者正是夏溪 果真如传言所说 夏溪皮肤白皙 乌发如漆 美目流畔 只一眼就让岳成阳沦陷了 尤其是那双射人心魄的眼睛 岳成阳只要一跟他对视 心中就会涌出一股暖流 仿佛在哪里见过他一般 夏溪比划了半天 岳成阳才明白了他的意思 原来是房顶破了个洞来请他去修的 来到夏溪家后 岳成阳发现他的屋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外 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设施 看起来十分清苦 岳成阳没来由得一阵心疼 为夏溪修好屋顶后 他非但没要钱 还主动到院子里劈柴 一直忙活到半晚才离去 自那以后 岳成阳每隔几天都会来找夏溪 要么送些吃的 要么就来干活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尽管夏溪比他大不少 可他还是对夏溪生出了好感 在得知村民们为夏溪物色对象的时候 岳成阳十分担心 就在其他人因夏溪的缺陷而拒绝这门婚事的时候 岳成阳推着一个小车来到了夏溪家门口 他是来提亲的 此事很快轰动了全村 谁也想不到一个还未及惯的小木匠 竟然看上了一个聋哑姑娘 夏溪没有辜负岳成阳的心意 当即接受了她的求婚 之后几日 两人便开始筹备婚礼 村民们也主动帮忙 转眼间 婚期已至 所有村民全部到齐 为两人献上祝福 拜完天地后 两人进了洞房 岳成阳双眼迷离地看着夏溪 并将其一把抱起 探头正要亲吻 夏溪却笑着伸出手指 拦在了她的嘴边 下一秒 这个聋哑女人竟缓缓开口 程阳 你可知 我已等你两百年了 听到夏溪说话 岳成阳又惊又喜 难道夏溪并非聋哑人 可转念一想 等她两百年 一个人怎么可能活两百年呢 不等岳成阳开口 夏溪便拉着她从后院出来 来到了那口废弃的水井旁 夏溪站在井边 口中念动咒语 刹那间 地面开始震动 天空电闪雷鸣 只见一道黑影冲出废景 落在了夏溪的面前 岳成阳定睛一看 那竟是一条巨大的黑色蛇尾 且正在不停蠕动 紧接着 夏溪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她的背上鼓起两个巨大的肉球 脸颊也生出了青黑色的鳞片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夏溪就变成了一条巨大的人面蟒蛇 且没有蛇尾 恢复真身后 那条蛇尾仿佛嗅到了主人的味道 立刻飞向夏溪 并与其合二为一 与蛇尾融合后 夏溪背部的肉球破裂 竟变成了一双黑色的翅膀 岳成阳被吓坏了 瘫坐在地 想喊叫 却发现喉咙仿佛被堵住了一半 只能发出一一压压的低名 程阳 你不必害怕 我不会伤你的 夏溪再次开口 看着夏溪真诚的目光 岳成阳稳住了心神 并缓缓起身开口道 你 你到底是谁 原来 夏溪是一条化蛇 化蛇是一种人面蛇身 背长双翼的妖怪 夏溪在两百年前 还未修成人形时 便认识了岳成阳 准确地说 是岳成阳的前世 前世的岳成阳是个小乞丐 独自住在一座破庙当中 化蛇会招来洪水 一直被人视为不祥的存在 两百年前 夏溪只要一出现 就会有一群道士和村民 前来抓捕 想要将其杀死 有一次 夏溪被一名道士所伤 逃跑途中遇到了小乞丐 小乞丐二话不说 将他藏进了破庙里 帮他逃过了追杀 自那以后 一人一舌 便成了最好的朋友 那时的夏溪修为过低 还不会说话 也不能化作人形 反倒是小乞丐 整天喋喋不休 说个没完 小乞丐最大的愿望 便是能够从军杀敌 建功立业 为朝廷收复师弟 每次说到这些 他的眼睛里总是有光 小乞丐还向夏溪承诺 今后当了大官 一定每天都让他吃上烧鸡 猪头肉 喝上美酒 可惜夏溪不是人 无法传达自己的心意 后来 小乞丐长大了 他果真参军入伍了 他本想带着夏溪 可夏溪也下定决心 要好好修炼 临别之际 小乞丐郑重道 你就在此等我 不要乱跑 等我当了大官 定会回来找你的 一句简单的承诺 却成了夏溪心中 最大的期盼 夏溪努力修炼 终于修成了人形 可小乞丐 却一直没有回来 三十年前 由于始终等不到小乞丐 夏溪情绪失控了 终于引发了山红 害死了无数人 山红过后 夏溪认识到了错误 自斩蛇尾 限制了法力 蛇尾被丢进那口废井 他则化作人形 一边看护蛇尾 一边等待小乞丐的归来 至于为何要装聋哑人 因为 化蛇的力量 多是从口中传出 若是说得太多 再次引发劫难 就很难收场了 至于那个小乞丐 他食言了 因为他死在了战场之上 好在他魂归故里 转世投胎 成了月成阳 在其十六岁那年 夏溪便认出了他 并和他再次相见 得知真相后的月成阳 泪流满面 他怎么也想不到 夏溪为了一个 简简单单的誓言 竟在此苦苦等待了 整整两百年 夫妻俩紧紧相拥 失声痛哭 后来 二人隐居山林 再也没人见过他们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愿佛光铸造全家 其如意伴您永远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